這一箱就是11月1號 分風團 野外分風團 我們撈了一撥風進來 那風量不多啦 只有一匹左右 可是呢 回來之後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把其他箱的那個風蓋子 直接調過來支援 一般喔 野外收風團 它那個一匹兩匹的量 你如果裡頭丟進去 給它舊皮的話 也不一定護得住 所以呢 洋野風 你隨便去野外收 其實回來的話 基本上也是拋掉的 那我們做法上就會給它一個 大蟲和風蓋子的紫皮 就像前一段影片有示範的 就是拿一個風蓋子給它 那只要風蓋子進去的話 野風會有那種護紫 護皮的特性 所以它就留得下來 可是留下來的話 如果風蓋子七八天出完了 如果風蓋子沒有產卵 也有可能還是一樣會落跑 所以我們在抓回來之後的前面兩個禮拜 就要去觀察 觀察的指標是什麼 就是看它有沒有帶粉回來 通常喔 如果蜜蜂大量的帶粉回來 那表示什麼 蜂王可能有開產 如果一旦蜂王開產喔 卵三天 蟲五天 然後那個 蜂蓋十二天 那接下來就會幹嘛 一個生命循環就開始正常的運作 所以一般蜜王片喔 通常都是帶粉回來之後 連續帶粉回來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我們就可以撤了 這表示什麼 表示裡面的蟲三天已經 裡面的卵三天已經孵化成蟲 蟲五天已經孵化成蜂蓋了 那蜂蓋的話蜜蜂就會去護它 這個時候就穩定下來了 你看喔 現在喔 蜜蜂開始 第三天開始帶粉回來 帶的粉的量還蠻多的 基本上喔 都不要去開箱喔 不要去開箱 你開箱 蜜蜂萬一停產的話 整窩又泡湯了 可能又跑掉了 通常喔 外面抓回來蜜蜂喔 第一天會完全用 把它關閉起來 給它一點吸糖水 第二天喔 如果是吸糖水沒有吃完 就把它撤掉 不然螞蟻會上去 裡面螞蟻多的時候 整個窩蜜蜂也會跑掉 第二天早上啊 蜜蜂到一個新環境 它就開始出來認潮 那認潮的時候 不用緊張 它還是會回去 因為我們有一片紫皮在裡頭 基本上喔 如果封蓋子在裡頭的話 一個禮拜之內都不會跑了 那什麼時候會跑 十天之後 十二天之後 封蓋子都出完了 這時候裡面沒有 什麼可以眷戀的話 該跑它就會跑 所以我們要在這一個禮拜之內 兩個禮拜之內都不要吵它 關鍵就是在這兩個禮拜 留得下來就留 留不下來 它還是一樣會跑 那野蜂好玩就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如果野外碰到野蜂的分蜂團 如果本身你沒有其他的紫皮可以支援的話 抓回來其實意義不大 那我們會把它抓回來 主要是因為外面的環境也開始變冷了 那一團蜜蜂 如果兩三天內碰到這種寒流 也會散掉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帶回來補充紫皮 補充紫皮這個動作很重要 有補充紫皮的話 留下來的機率超過七八成 如果沒有紫皮的話 大概兩成都不到